那么我们选举都要做民调 那么有时候会做神调 神调是什么意思呢 早来跟神明有关系的 或是早来命理风水大师 希望能听听神明有什么指示 那么最好神明给我的指示是 我会动算 那么除了民调之外 这一次有些民调高的县市所长 反而到后来开票出来的结果是落马 那么当年其实在1993年的时候 有一个故事 我们都听过民雄的柳相士 陈梅阿仙 但是其实关西摸骨也非常有名 关西摸骨陈龙天先生 他的故事也蛮多的 也蛮有名的 其中有一个是1993年的 彰化县长大选 那么当时在曾经当过法官的 中国国民党的政治人物 阮刚蒙先生 他也来问了陈龙天先生 不过他最主要是要来问他 其他的选举 他从头到尾都没有想到 彰化县长的这个选举 为什么呢 因为在当时形势比人强 轮都轮不到他 所以他没有想到 结果没想到这个关西摸骨 陈龙天先生直接跟他讲 你不要选六位 你就是管长命 所以你就选管长 他那时候心里想说 我没可能 现在政治局势 我就不可能去选县长 但是陈龙天还跟他讲说 我铁口直断跟你讲 你就是管长命 如果你不是彰化县长 我门可以关起来 你知道吗 把他讲成这个样子 要是你的话 你一定会非常很高兴 但问题是摆在眼前的政治现实是 没可能的事情 就听一听也就算了 而且直接陈龙天告诉他 大概节气在白鹿附近 什么叫白鹿 我们看那个农民地打开 对不对 每个一段时间24节气等等 他听一听就算了 就没把它当一回事了 结果没想到 等到快乐接近白鹿节气的时候 中国国民党发生了一个天大的事情 本来规划要选彰化县长的人选 他不选了 不选了以后 紧急找人的结果 找上了卵刚猛 找上卵刚猛以后 他还高票当选 一当选了以后 他还连任两届 你知道吗 所以如何去解释这个事情 陈龙天他铁口直断 那除此之外 他还有一个故事 更有名了 为什么呢 因为一般的命理大师 说这个 那时候让人家嗤之以鼻 为什么 因为在1997年的时候 也就是刚刚阮刚猛 在过了四年了以后 也是县市首长的选举 这次是婚姻官的这个管长 那么中国国民党所提名的 苏文雄先生 跟那时候是以无党籍身份的 这个张荣卫 不约而同 前后找上了这个陈龙天 要问我的竞选的结果是怎样 两个人都得到满意的结果 你们都会动宣 婚姻官的管长 哪有可能的事情 哪有可能的事情 对吧 不可能嘛 因为1997年的婚姻官的管长 只会有一个人当选 结果没想到陈龙天说对了 怎么可能呢 不可能的事情 为什么他说对 当双方阵营 都知道打听到说 陈龙天说两个人都会当选的时候 每个人都说 你如果这样你就说好听话而已 你这个算命大师关系摸骨 讲的也是 等于说讲官话而已嘛 打官腔而已嘛 没有把它当一回事 就没想到后来铁口之断 为什么 中国国民党的苏文雄 确实在那场大战里面 赢得了云林县的县长 不过两年后 他病重生病去世 云林县长补选的结果是张荣卫当选 所以那一届 到云林县县长出两个团柱 这两个团柱 刚才一个斯文雄 一个斯库 张荣卫 两个都当选的云林县的县长 所以你这是要怎么说 他到底是准还是没准 没准